特首選舉又來了 我們經常說特首是由小圈子選舉出來的 那究竟小圈子是什麼意思呢 那幫可以選特首的選委是怎樣產生的呢 會不會我被人代表了去投票都不知道 就好像最近在基督教界的選委會風波一樣 我當你找人交 我最寬鬆的 我最寬鬆你找人交 但你都未完成 你明明我的意思 如果協助會說我們不跟選舉規例的 我們可以這樣 那不可以這樣 如果你為何問協助會 他們那個戴浩輝的督道委員會主席 他可能說我們不跟那個大圍的玩法 因為我們基督教大了 這次的選舉其實是基督教派10個人 要送10個人去政府 組成的1200人裏面的其中10個人 我們派了8個人 連同我自己去出席這個 就是參與這個小圈子選舉 由Day1開始 我都覺得這個是一個 基督教的功能組別的小圈子選舉 其實是不應該參加的 所以我往往 其實是之前那幾屆 我都是沒有投過票的 我自己身為基督徒 其實在香港基督教界裏面 有幾個很鮮明的立場 一個叫基督徒學會 基督徒學會的立場是很鮮明的 就是說不參加這些小圈子選舉 我們跟那些無票無權無勢的小市民 是站在同一陣線 這種小圈子選舉 只是你們那些大教會 那些基督教領袖 就是貪權、貪威、貪勢、貪什麼、貪物 貪在國家領導人旁邊拍張照 那些的做法 我完全同意這個說法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參與過 沒有投過票 甚至乎 為什麼今年會投呢 因為今年我覺得 即基督徒學會這個做法 就被一些人摘爛它 有些人摘爛它是甚麼呢 有些人就說 你這樣在一個道德高位那裏 說甚麼都可以 你說的就容易 罵而已 多容易 但是如果你這樣做的時候 那些很有心去拿這十個位的人 譬如哪些人呢 譬如中共一早已經放了針在教會 那些人等於容詠琦 譬如我亂說 各位我是容詠琦 我是全力支持劉美芬參選今屆的立法會 我是容詠琦 我全力支持譚慧豪參選今屆的立法會 容詠琦是基督徒來的 他很有心去參與這十個位 那就被他拿了 因為你不玩嘛 你外面不斷罵他嘛 即是有些人這樣摘爛 基督徒學會的立場 那我們的團體 叫做回歸基督精神同盟 那我們就在這裏想了 我們不如進去參與這個小遍子選舉 其實現在的政治氣氛 我覺得比起之前是好的 好的意思就是信徒多了關心 就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現在最值得憂慮的 就不是那些所謂 即教會很主 即是很受 某一個政治力量的影響 這種情況 因為大家都很清楚 即是某些教會 或者某些領袖 就是很拜 譬如中央的看法 或者跟他們走得很近 這個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其實大家都知道的了 你看到哪些會跟高官走得近一點 哪些會跟中聯辦走得近一點 哪些甚至有政協的身份 其實反而信徒應該相當清楚 但在我們那個教會裡面的情況 我發覺有一個憂慮 即是一個問題很令我憂慮 就是會不會有些信徒是覺得厭惡 厭惡 即是反而覺得很難參與 以我所知協進會的動員能力 或者和行會的網絡 基本上都非常有限 我們看到他們今次做到的選舉 也是相當無能的可以做得 協議會並沒有想過 或者並不打算用這個議題 可以更加多的信徒可以接觸得到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參與並不是很積極 很多教育都其實不是太支點 其實我們一討論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用一個這樣的方式 就是希望盡量多人能夠參與到 是最好的 我們的看法就覺得 即是香港整個社會的發展 作為基督徒 我們是不能夠離開社會 我們是社會裏面的一份子 我們都會相信基督徒是參與社會的發展 是一件好事 我們都應該關心社會 而不是完全抽離社會 剋笑的說不止 搞不搞搞了小英子的選舉 新記這樣 老頭全仔 不用爭就不用吵 人家選辦事 更早過我們香港選擇手成辦 可能大家在爭辯 我們的普選制度應該怎樣 現在的制度都不是普選 不合普選的要求 所以我們就不要理它 但如果用回剛才的說法 其實我們可能就是 現在的制度一定是不民主的了 現在制度不民主的時候 我們怎樣可以在這個不民主的制度裏面做些事情 令到它起碼民主一些呢 然後我們可以去看 就是由現在可以改善到一些的時候 那怎樣去繼續改善下去 就是這種去看公義的概念 或者公義制度的發展 就是以一個完美的制度為一個起碼 而反而就是以現實的不公義的制度為一個起碼 他教導人普及而平等的選舉 但是現在叫人去參與一個不普及不平等的選舉 那是一個正面的教材 還是反面的教材呢 我不知道 所以如果他真的是這個理由 他好像是自相矛盾 自己打自己嘴巴 政府邀請你做 有些事情可以做 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如果那件事是跟我們的信仰有違背的話 這樣我們基督徒在這個世上為了作見證 甚至教會存在目的都是為了榮耀神作見證 如果我們做一些事情而是失見證的話 這樣我想現在香港社會都對我們很多的 叫圖徒的高官啊 這些行徑都很有質疑啊 那這是作見證還是失見證呢 政府邀請你做的 我覺得如果不對的 跟信仰有衝突的就說不 這種主流的西方康斯坦丁心態的教會 他們就覺得 基督徒要盡一個社會責任 社會責任 你不去支持政府 你不去做這些就是沒有盡這個責任 你就是sectorian sectorianism 問題就是 教會有自己的責任 有自己的角色的 狗叫我們打仗 我和他們打仗嗎 不是的嘛 所以我們要分清楚 所以我們有社會責任 但是我們都盡很多小責任 我們做磁衛啊 做救濟啊 做扶貧啊 做很多事情的 我們有些事情應該做 有些事情不應該做 所以我們要搞清楚 我們自己的身份 如果自己的身份都混淆的 不清楚的 所以覺得政府叫你做什麼都行 政府不是絕對的嘛 政府叫你殺人 你去不去殺啊 政府叫你做一些 和我們的信仰有衝突的 你去不去做啊 經常都會這樣 我們講Jesus Christ is Lord 基督是主 基督是主什麼意思 他效忠著一個耶穌基督而已